我想跟你說 你比我年長一些 叫你一聲大哥 又是老鄉 在安徽有好幾位 中國好聲音 走出來的歌手 我跟他們也比較熟悉 歌唱事業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他們曾經在 歌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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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你自己的舞蹈 我自己的舞蹈 你自己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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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眼中 你們會覺得 我算是成功的人 但是我依然在很努力 因為電視 可能是我的一個非常好的職業 但是我知道 我不能永久地在這個屏幕上 我其實在找各種各樣的事情 在為未來或者現在的轉型做準備 我相信各位其實都是 他們都不僅僅只是在屏幕上出現 有的寫書 有的在當老師 我們都在想各種各樣的辦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一無所有 還不努力地去想辦法呢 現實就是這樣 當我們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之後 你其實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包括你孩子 未來 你的小兒子長大了 他會看到爸爸在家裡扮演的這個角色 在社會上扮演的一個角色 對他 你覺得會是一個好的正面的影響嗎 我特別難過看到我的老鄉在這哭 然後用香音 在斥責他選擇的這個男性 我很心疼他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幫助你 因為對方 他如果不改變的話 其實你多少眼淚都是無濟於事的 你的母親和你相依為命走到現在 無論他有多少的惡習 他歲數大了 他還在拿錢供養你們的一家 說起來真的讓人揪心 妹妹 如果他靠不住你就靠自己 你養媽媽和孩子 好嗎 謝謝周青老師